大家好,我是Stan 引发扭曲历史美化安吉普正义的韩剧采纲瓦 昨天,首尔法院驳回了要求进波的申请 12月20号,韩国青年团体世界市民宣言声明 采纲瓦积极地美化了 拷问杀害提倡民主化大学生的安吉普 隔离化并美化国家的暴力行为 这样会传递扭曲的历史观 给没有经验过那个时代的人 并向首尔法院提出了采纲瓦的进波申请 但是12月29号,首尔法院表示 即使采纲瓦的内容像世界市民宣言主张的一样 是以扭曲的历史观为基础 也很难认为国民们会盲目接受 而采纲瓦的内容也没有侵犯到世界市民宣言的人权 世界市民宣言也不能任意代替国民 因担心人权会被侵害而申请进波 而报道这个消息的各家新闻媒体的留言底下 大概有80% 90%的留言都是 理所当然的结果 只要看过的人就知道是创造的争议 在剧里没看到一点贬低民主化运动的内容 你说美化间谍就不说了 说美化安吉普就太好笑了 没看到距离把安吉普形容的有多烂吗 因为正义太大所以去看了一下 什么扭曲 如果说要选一个今年最荒唐的事情 应该就是这个了 大部分的留言都是搞不懂这个词 但是在很多有关讨论艺人的论坛 大部分的留言都是这样的 没有人会觉得申请会成功 只是为了让大家知道 大众们对这个电视剧的排斥是有多严重 在民主主义国家 就算知道会驳回 也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所以才会申请的 早就想到这些护航的人会跟蟑螂一样爬出来了 这个驳回并不是判断内容有没有错 所以我们继续抵制就可以了 在上次JTBC电台连续播放三集后 虽然没有像电台说的一样有什么大反转 而且也有观众们要求 出言财港瓦的演员Yuna 退出KBS历史节目的澎湃 但是现在韩国这个财港瓦争议的感觉 也不像一开始那样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按照现在这个情况的话 财港瓦应该不会停播的 对于法院驳回财港瓦进播申请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句话就能保证点击率的女爱的 这位女爱的就是 出言财港瓦存联的邀佳爱的队长陈索云 有关陈索云在节目中的内容 YouTube点击率都非常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看财港瓦存联这个节目 在这里陈索云的评审能力 指导能力真的是 无法反驳的厉害 因为陈索云本身就是能写歌写词的创造性爱的 而且看邀佳爱的每张专机的独特风格的话 就能知道陈索云以制作人的高强能力了 而在旁高层人这个节目 陈索云将被评价为最弱的团体四年级 赢过最强团体三年级的那个片段 被航空网友们称为是 三年级与四年级的对决 三年级一上台就表演了充满活力的舞台 各个人的实力也是非常接触 三年级充满了活力 感觉好像不会疲累一样 他们真的好棒 看到三年级的排练后 失去信心的四年级 三年级好棒 三年级好厉害 大家都在称赞三年级 三年级们的表演真的很棒 太棒了 虽说实话有点烦人 我按照我的方式指导了他们 有一直考虑怎么样才能赢过三年级 今天看到四年级表演后 觉得太没有活力了 我们集合一下吧 现在你们全体都感觉很低沉 但是三年级却活力旺盛 所以我觉得四年级必须要走性感风格 夸张一点没关系 比现在还要 也就是说用活力赢不了的话 就要用性感来攻击 陈索云再指导怎么样做性感的动作 在这个部分要停止才能被拍到特写 让他们性感一点 他们的眼神就不一样了 在陈索云的战略指导后 没有活力的四年级 突然就换了一个人一样 比之前好很多 满足的陈索云 结果在这一回 最弱四年级赢了最强三年级 我都看完之后来留言了 陈索云真的知道大众们喜欢什么 想要什么 真的是天才 因为索云开始想看这个节目了 真的太帅了 索云大人 拜托以后一定要开经纪公司 这真的是陈索云入坑节目 太太帅了 陈索云真的是人才 大家知道吗 在韩国一出生就是一岁 而到了新的一年的1月1号 全国民众都会同时长一岁 所以像旁滩成员P 或者是17成员 Choshua这样12月30号出生的人 出生的时候就是一岁 然后两天后就会变成两岁 会不会感觉有点吃亏呢 今天是几号呢 12月30号 祝VChoshua两个人生日快乐 Joshua两个人生明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